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一起学习第四个专题 清廷的预备立宪与政局的第四讲 那么第四讲的题目叫做 清统治集团的君主立宪论与晚清政局 那么第四讲也是分几个问题讲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叫做 不同的君主立宪论对晚清政局的不同影响 那么这个清统治集团内部的 这种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主张 那么既与晚清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晚清政局在清统治集团内部的 一种不同的反应 那么同时呢 它又反作用于晚清政局 或者它对晚清政局又产生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这种影响 那么如果讲到清政府内部的这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 那么对于政局的这种影响 我认为最显著的或者最直接的 就是主张 就是主张塑形君主立宪论的这些官员的主张 促成了清政府访行宪论的这么一种政策 这么一种出台 这是讲到塑形论者 他的政治主张对于晚清政局的一种影响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简单的呢 做一个自己的一个阐述 自己一个看法 我们知道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 兴起了一个洋务运动 那么搞了三十几年 那么清政府搞了三十几年的洋务运动之后 到了一俄团运动以后 又搞了几年的更新新政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最高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他就认为清政府啊 这个变法新政 是吧 已经达到了顶点 达到了极点 那么有一次啊 这个慈禧太后啊 他就问 齐人三才子之一的这个端方 就问端方 跟端方讲 说新政节以举行 负 上 上负有未办者 说现在新政我们都办了 很多新政我们都做了 是吧 外国的机器我们是吧 引进了 外国的这些科学技术引进了 外国的一些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政治制度 不是 一些经济制度 是吧 一些甚至包括一些学术上的东西 我们都引进了 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要办呢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呢 那么如果我们客观的讲 那么就是客观事实而来而言 那么对于封建统制阶级来讲 那么清政府搞的洋务运动 后来搞的这个新政啊 就是这个呃 立行新政啊 确确实实达到了封建统制阶级 啊 所能做的一个最高的临界点 那么要求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之上 在更新新政的基础之上 是吧 再做更深层次的这种政治改革 那么就会危及到清王朝的这个政治统治的这种完整性和权威性 那么在这个更新新政期间 那么有些人我们前面讲了 开始议论在中国是不是可以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 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员也开始在倡导要改行君主立宪的问题 但是在这最初几年 这种实行君主立宪的这种议论 没有被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所认同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倡导实行君主立宪 还有可能被政府镇压下去 被压抑下去 还面临这种危险 那么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 统治集团内部有相当一部分官员 甚至包括一部分高级官员 那么也开始加入到倡导实行君主立宪的这个行李当中来 那么短短的很多几个月之间 叫做立宪之意便于全国 那么是到处都在谈论 怎样实行立宪了 说到了这个时候 中国讲立宪的问题 直如火燃全达 就像烈火燎原一样 那么就像泉水喷发一样 就像燎原的大火 像喷涌的圆全一样 人们就没有办法制止了 就是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预备立宪 不仅是在野的立宪派 清政府的很多高级官员也在谈这个立宪问题 那么这样的这个立宪问题 从原来被人们视为一端邪说 变成了一个可以公开议论的话题 那么也说呢 这就改变了这个实行这个立宪的 被人随意扼杀的这种命运 那么这种立宪呼声 成了影响清王朝政治理念的 一种重要的思潮 那么这样呢 由于很多这个清政府的官员 加入到这个倡导实行立宪这个行列当中来 那么就促使清政府开始派五个大臣出院考察政治 那么五个大臣出院考察政治之后 回来以后 形势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大 并不是很顺利 那么当时我们讲过了 王国派大臣反对清政府 改行郡主立宪政体 所以说当时又使了讲 说立宪之局 己为所动 几乎呢 办不下去了 是吧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王国派的反对 那么但是这些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大臣 他们通过去面见慈禧太后 面见光绪的时候 通过他们陈述 讲实行君主立宪 有些什么样的好处 那么这样的呢 就是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慈禧太后 就公开的表明了一个态度 慈禧太后表明什么呢 说只要办妥 身功初无成见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你只要办得好 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成见 就是他表明了一种 不反对改行君主立宪的这么一种政治态度 那么慈禧太后的这种政治态度的这种表露 对于改变清政府官员 对于立宪政体的一种态度 推动清政府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应该说是有他的一种积极的影响的 具有这种积极的正面的影响的 那么1906年 清政府这个官制改革以后 那么清政府确切实实曾经有一度准备要终止立宪 那么但是到了后来 资产纪革命派领导这个反清起义 不断的出现 那么特别是1907年 徐西林领导的这个安庆起义之后 那么统治基就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在这个预备立宪的这个道路上停止下来 比他硬了头皮走下去要更危险 就是他如果停止这个预备立宪 那么他所面临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那么这样的话呢 统治基计算内部就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官员 他们这个主张就更加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就再次抬头 他们提出来 只有实行立宪才能够消弥革命 那么到了这个徐西林起义之后 像素宪论 素行君主立宪论者 像袁世凯 端方 程德权 那么就给清政府上奏折 就讲什么呢 说现在在反清革命 这个高涨的情况之下 清政府 应该呢 服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 以你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 就是现在清政府啊 你要服从大多数人的这个意愿 大多数人们呢是希望要实行立宪 只有这个答应了 满足了大多数主张立宪人的人心 才能够使少数革命党人 宣传的排满啊 这种主张失去他的这种吸引力 他是讲 服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 以你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 他是讲说清政府 完全的不必逞货变而毁新政 你不必因为说发生了徐其林事件 是吧 就任务随机搞新政搞坏了 是吧 停止新政 不必这样 那么1908年8月 清政府颁布了这个清定宪法大纲 宣布要9年这个预备期限 那么尽管这个清定宪法大纲 是吧 他规定了清朝皇帝有很多权利 是吧 有内政方面的诸多权利 外交方面的诸多权利 军事方面的诸多权利 存在很多局限 但是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大纲 那么尽管清政府 那么他的这个预备立写清单 存在着很多问题 那么但是他毕竟是清政府 这个筹备预备立写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献 他毕竟是表面清政府准备要实行郡主立写 那么尽管1910年9月 成立的资政院 可以被人们讥讽为或者嘲笑为是非驴非马之议会 这是报纸上的一个说法 你说你这个这个资政院的非驴非马之议会 那么尽管清政府成立的这各个省的资议局 是吧 他提出来的一些议案被清政府所不采纳或者所扼杀了 但是资政院也好 资议局也好 他毕竟是清政府在预备立写过程当中的一个物化的结果 成立了这些机构 那么清政府之所以能够不断的是吧 徘徊于这个君主立宪这个道路之上 有很多原因 你比方讲革命形势的逼迫 在野立宪派的这种呼吁 那么这些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个肃清君主立宪论者的不断的这种要求 不断的奏请 毫无疑问也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那么同样 就是1910年10月 清政府被迫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年限 那么这个和统治集团内部 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地方都府的这个陈刑 同样有着重要的关系 我们前面讲到了 1910年 这个10月份 以西凉为代表的19个地方的总督巡抚将军都统 联合电报给清政府 要求清政府要尽快的召开国会 那么这个行动呢 就使得清政府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清政府这个时候 不能够再像1907年 对待郑文社那样 给予打击 给予解散 也不能够像对待前两次各省资议局正联合请愿那样 那么进行搪塞 进行敷衍 那么清政府 他在这个宣布预备立宪的这个这个期限缩短的这个上语当中 他在讲 说这次 缩短预备立宪期限 细采取各省都府等奏章 是吧 我们前面讲 他并不完全是清政府的一种自我解嘲 也不完全是出于一种啊 冷却这个在野立宪派这个请愿热情 并不完全是这样 那么说呢 这个19个地方总督巡抚的这个陈请 对于清政府也是一种政治压力 什么压力呢 就是清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看到 如果自己在立宪问题上 不缩短预备立宪期限 就会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那么因此呢 这个清政府内部这种主张塑形君主立宪论者 他们提出这个立宪主张 那么对于清政府确定要实行君主立宪 这个君主立宪能够一个缓慢的发展 和这个主张君主立宪的官员的这种陈请 有着直接关系 那么但是呢 这些个塑形君主论者 对于晚清政局的影响 仅此而已 我们前面讲了 他有重大的影响 但是他的影响仅此而已 那么对于清政府的这个政局 影响最大的最直接的 还不是这些塑形君主 塑形立宪论者 对清政府的政局影响最大的 是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可以呢 讲一看这个基本事实 那么这个考察政治大臣回国之后 那么清政府呢 曾经召开了一个会议 就是讨论清政府 是不是需要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那么在这个会上 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正是由于这个 缓行君主立宪论 他们的坚持 在这个会议上呢 确定了一个立宪的方针 什么方针呢 就是预备立宪 而不能拒立宪 说清政府要立宪 但是不能够马上立宪 这个呢 完全是这种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的一种主张 他们讲 说立宪 这个事情非常繁重 则不能不多留时日 为预备之地 还是讲清政府要立宪 还是要做很多准备 那么因此说 在清政府在讨论 是不是要预备立宪的时候 由于这个缓行立宪论者的坚持 就确定了一个 要立宪 但是要缓行 不能够急功近利 就确定了这么一个 缓行君主立宪的这么一个基调 那么1909 1906年 秉武官制改革的这个方案上奏之后 那么这个秉武官制改革方案 遭到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否定 为什么会否定 原因很多 那么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缓行君主立宪论的这种影响 就是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反对这个秉武官制改革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 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 那么就说 缓行君主立宪论 认为这个秉武官制改革 会危及到清朝皇帝的这个政权 他们反对这个秉武官制改革 那么这个缓行论者 这个赵炳林 那么赵炳林 他在这个秉武 秉武官制改革方案上奏之后 他就几次上奏者给清朝皇帝 给清政府 他对清政府上奏者讲什么呢 说立宪精神权在意愿 今不筹集意愿 图将君主大权 移住内阁 此何现在 他说现在 没有设立意愿 是吧 你就设立责任内阁 那么这样就会把清帝的权力 转交给几个人 说他是居心何在 死何心灾 是吧 那么他又讲 说现在没有设立责任内阁 没有设立意愿 那么马上设立责任内阁 那么而担任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的 很可能是一框 也可能是袁世凯 他说呢 这样做 如果说没有设立意愿 就设立责任内阁 让一框或者袁世凯 担任内阁总理大臣 那么这个对于清王朝来讲 危险非常大 那么赵炳林的这个奏折 不但使得慈禧太后大为感悟 那么更使得